Gina的游泳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旭 那今天這部影片主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關於艾爾莎的一些組法 那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隊長技能的部分是只能放人及妖 那他是硬限制 也就是你不能夠借卡 只能放人跟妖 不能放其他神阿魔阿什麼都不能放 那隊伍攻擊力的部分呢3.5 雙隊長的話12.25 那另外還有一個combo越高攻擊力越高 那條件全部達成的話最高倍率是82倍 那其實很容易達成8combo的 因為他是水光星都是二消 所以基本上很容易就超過10康了 另外消除水跟光的時候 有50%機會減上40% 雙隊長的話機率疊加就是100%的機會減上40% 那消除水跟光其實是很容易達成的 因為水光二消嘛 那這邊來看到他的這個 隊伍技能的部分 雙隊長的話呢就是會變成 水光星二消 如果沒有雙隊長的話就沒有這個隊伍技能 那掉到綠的話不能放其他進珠角色 那這邊還有其他的三圍 背化的一些齁 那我覺得這些如果條件這些都放進去的話 血量應該可以達到2萬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齁 那回復力的話因為新珠二消 所以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他的血量並沒有說背化太多 那比較怕一些可能武士減傷的一些怪的話 可能會比較麻煩 那這邊是主動技能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他的主動技能呢 在他的這一隊其實 效益不是非常好 因為他這隊其實本身 combo就可以很容易達成 非常高了嘛 所以他這個再加5combo的感覺 效益並沒有非常高 那但是這一張卡路拿去當 達克林斯的隊員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強的 好那我們這邊來為大家分析 他這一次要怎麼組齁 那因為他水光 他主要是水光二消嘛 那所以比較建議組偏水或是偏光的隊 當然你也是可以混搭啦 但是比較建議 組特定偏水或是特定偏光 主要是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這樣子 那其實雙隊長都是光齁 其實我覺得偏光會比較好一點 是個人覺得 我覺得光人的成員呢 也比水人的還要好一點 那這邊來看一下齁 主角的話 其實水光主角都很建議放進去 那主角就是萬用的一個解盾隊員 然後常駐的話 其實可以放水屋 但我覺得現在其實水屋 比較沒有那麼好用 畢竟他的副作用真的是有點太大了 我是覺得也不一定要放水屋啦 那再來的話是冰花齁 冰花的話他是消除負面狀態的 拿來消除負面狀態 這個就是你遇到一些 會給你上負面狀態的怪的時候 你可以用他 然後再來的話是 遇到高防怪的時候呢 可以帶上我們的千千齁 消心就可以破防了 那星珠的話 因為有兩顆星就可以消除了 所以應該也是很容易搭乘的 那界王拳的話可以放蒲露 不過這次的隊伍比較建議放人類啦 因為放妖精的話可能血量會太低 雖然說他有減傷啦 但是血量太低看起來就是有點危險 另外還有一張這個 秀炭齁 秀炭我覺得也是非常建議入隊的 CD3可以轉出水光星 各三顆 那這個我覺得是蠻實用的 CD轉可以轉出攻擊珠的卡片 那再來 蘇蘭真主要是用來一個大轉版 轉版都是攻擊珠 水牆跟光牆 然後還有延長用符石時間 那我覺得這張卡應該也算是 會必帶的卡片 因為他是直接引爆 場上所有的符石 直接炸版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很好用 然後這張卡的話是 你的這個隊伍呢 組偏水的話呢 正常來說都是會放多一點人類啦 不然血量太低了 那因為他剛好是掉這個水人組嘛 所以對你組偏水的話 其實增傷還蠻高的 那最後重點是這個優柱 優柱的話你放進去的話 你就不能變身 因為他變身之後會變成模組 那這樣可能就會沒有倍率了 所以你記得就是 要放優柱的話 就是不能變身 但是CD6啦 然後轉這個 三顆水三顆光三顆星牆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界王拳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要放優柱的話 你怎麼不直接玩優柱隊就好了 優柱隊反而還更強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是屬於 呃光 偏光的話 偏光一些隊員 偏光的話 隊員可以放魔師 那他主要的就是拿來牌珠 我覺得他重要的 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拿來牌珠 因為牌珠卡比較少一點 那炸彈機就是拿來解無屬強化盾 或者是鎖定整版這種 這種關卡 然後再來的話 光北移戰場 戰場這個不解釋嘛 然後第一個技能是 木轉光牆 火轉暗牆 那他也沒有把水轉掉 所以場面上算是會變得蠻多 攻擊珠的這樣子 然後 然後反而地的話 如果你組偏光的話 他會是一個很強的一個增傷隊員 然後再來是哈伯 哈伯可以拿來打 新珠盾 因為他把水火木都轉成新強 可以拿來打新珠盾 那再來的話 庫拉皮卡我覺得是 基本上如果你要玩艾爾莎 然後偏光的話 這是一個必帶的隊員 這個隊員太強了吧 這個應該不用解釋太多 然後如果說遇到鎖技的話 你也可以開出 哈伯拉皮卡也不會被鎖 然後像遇到 如果你組偏光的話 你要消除負面效果的話 你可以使用鮮水 鮮水你只要變身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這個 消除所有負加效果 蠻好用的一個 隊員 那另外呢 我覺得寒羞草其實也蠻適合入隊的 因為他剛好可以放妖精嘛 那寒羞草就是 有減傷有增傷還不錯 但是比較不建議放木屋 因為大家知道 木屋開了之後 就會沒有減傷 但是這張艾爾莎呢 他隊長技又是有減傷的 所以這樣子帶木屋 感覺呢 就是有點 自打嘴巴的感覺 不太建議放木屋 那以上呢 這就是我 比較建議放的這個隊員 介紹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又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